各位亲爱的召唤师们 夏季菜真的是越来越火热了 本周末的比拼又将进入白热化 以防有些召唤师因为各种杯错过了之前的情况 我们特意制作了本期周末观赛指南 带你馆中窥抱 掌握正确的观赛姿势 领先一个大技术 如果有段时间没看LPL 看到这些是不是体内的59亿洪荒之力 就压不住了 虽然黑暗势力2.0早已物是人非 仅剩小五在独自支撑 但俗话说得好 三世满天星 他们在这个赛季又担当起了各自队伍的顶梁柱 这里请大气层玩家注意 LNG早已经占据了积分榜的上优位置 RA紧随左右 然而霸榜投名的是 EDG 是的 你没有看错 难道这是要梦回2016 且再慢 国电的大旗玩颠扯起也不迟 千万别低估了黑暗小天王的力量 U-P上周刚刚使出了一次暴击 将LNG拉入了被怀疑的旋律 U-P2比1 赢下了LNG RW和V5后面还不知道能砍翻几个 都成功了 吓到勇士 让我们持瓜以待 这次的焦点战放在FPX 对阵TES上 两支战队满屏都是你认识的队员 如果想快速融入节奏 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着陆点了 赛前赛中赛后 咱们天天见 本周末还将由LNG对阵OMG GDG对阵苏宁 EDG对阵RNG 熟悉的对手 不一样的情仇 电商大战仅飞昔比 黑暗势力人去楼空 猪口之争一如云烟 前面接着下定论 关掉播放机 当你看到小丑时隔多日 都能重上赛场 还有什么奇迹不能发生 远处的大魔王也正在找回状态 随便畅想一下 季后再可能发生的对阵 忽然就兴奋起来了 如果实在不知道该支持谁 那就大喊一声 我们老干爹是不可战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我觉得可能在涛博这里 为什么会选择前三种红色帮不去针对这个英雄 而涛博这里感觉也没有想要在前面保锤石吗 还是要造成家随时服也在选择 而且可能我觉得涛博也会比较意外吧 因为我看了一下 好像方布拉斯的中上两名选手在这个赛季一场 我最都没有用过 只有一场是小天拿到的 方布拉斯现在选择狗熊 那还是拥有一个错位的空间 就有可能是狗熊的上路来面对鳄鱼中路的摩腾打妖姬 然后打小天 来利用格温作为一个打野 方布拉斯这边最终还没有决定上演的一个配阵 格温现在是走回了上路 然后小天拿狗熊打野 那两边都会是节奏打野 这种应该是已经定了 狗熊的六级是落到后非常容易抓 对 人头的一个英雄 在这边卡塔先来了 是只刷了自己的半区蓝buff就过来 看到狗熊币推线 这边交闪拉转锁链一个W技能 风展电池就没有吃到狗熊币 没有标记的一个效果 是狗熊币先送线过来 但是毕竟落后一个闪线 感觉中野要打2v2 上路现在诺哥人应该也是要靠过来吗 先回家因为现在半血不到 红buff是已经被小天给拿下来 恐惧到 但卡塔有个爆裂球果 把两个人给弹开 奈特绕过来 小天卡了一个四角过去 一个QE 直接逼出了奈特 交W技能 分身也是打了出来 青天这边带着一个 过半的怒气过来 小天闪线撞墙了 没有闪到施甲虫的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感觉有点难走了 而且一血是被奈特的平A给带走 拿了一个双buff 下路也打起来 JK勒夫是交了闪线来躲一技能 但林伟强贴脸的一个Q技能 加上两下平A 可以收掉JK勒夫 预言加上的雷欧娜这边 也是只能赶紧撤了 没有后续的一个伤害 是 两个队伍 其实都是那种比较顶尖的 你可以看到在利用那种 兵线拳上面的进攻都是 即使烦你一个蛤蟆 我也要进来 对 小天是扛着这个幻影锁链 硬是把muff给逞下来 交了R技能跳走 但是卡萨是直接跟伞过来 一失血 怎么沈一过来 沈一救回来了吗 沈一可以妙手回天吗 他没有成功 虽然两段的一个一技能 但是后面Dwin B踢下来 最后发一个大招 直接关灯 现在开始恐惧 把他把JK勒夫给击杀了吗 治疗好了 但是就还是被Dwin B贴脸 给输出给击杀 预言加这边感觉也很难走 Dwin B是声东击西 先Q了一下Night 一丝血没有Q是Night 但是正面再斩掉了 预言加拿下了一个Double Q 中路的Dwin B 现在是补了两颗人头 但是Night这边也是两个 上路黄身PK吗 看到Night叫第一段大 晴天很稳 这步真的很稳 他上次交大招以后 因为一开始他起始路系比较低 最后就是当时孟严 是往下面靠的 邀机直接往上面靠 然后左边牛宝直接退 然后涛博这边 下路双人组直接撤 就是两边的一个 协调性的做得很好 是 但因为上路有先锋 所以你最后两层 比较硬的这个杜层 是很轻松的会被先锋给撞掉 就是分配上面 这里神医开大了 想要配合Dwin B进场 想直接找谁 找到的是残血的Kasa Kasa已经开过大招了 最后小天再一做 最后是神医的一个 点火拿下来人头 而且这边晴天也有点危险 是赶紧横冲直撞 往后拉开 是 现在涛博这边 中向也今天都领先了嘛 中路看到JK勒布落单 Dwin B是直接先手 神医从右边跟过来 一个魅惑加圣诞登场的 一个击飞 最后是由神医再度的利用点火 拿下了JK勒布的人头 这把毕竟你从JK勒布的经济 你在对比Nagory的格温 对吧 格温这里 其实也是很瘦弱的 对 交TP过来 Nagory是刚交完 自己的一个段去举走 虽然刚刚是A了一下小兵 有一个1技能的刷新 但四个人来约他 没有闪现 没有操作空间 最后还是 主要这个TP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Nagory应该已经知道了 直接被邀机贴点的话 是直接秒了 是 落胎脆了 这波是交1 主要是JK勒布没有舍得 交闪现拉断这个锁链 对吧 然后最后恐惧效果打出来 神医跟上控制 尤娜也从正面包过来 运运家 但是这边有一个TP 是来自于Nagory的一个TP 对面先开大招 先打了半场 半场血量 而且恐惧到了 残血的一个喀萨 还好这边走不掉 Nagory落地以后 拿下这个人头 再一剪 把运运家的闪现给剪了出来 还有一段大招往前 这边小电想留人 运运家开了一块表 但这个位置感觉 要被压起身了 虽然欢迎锁链反手练到了 但是Nagory完全不敢踩进去 自己也是被打出一个闪现 方布拉斯找到一波 启示的一个机会 下路内塔在先锋 被叫出来之前 已经被推掉了 这个先锋要直指高地啊 而且晴天这一波 是在上半驱带的 上路内塔遭遭被带掉了 所以他现在只能去摸高地塔 但是牛宝已经回去防守了 是鱷鱼本身拆塔的速率 不是一个高速的一个英雄 方布拉斯也不贪 因为游戏时长 还没到20分钟 复活时间很短 而且他们是绕了 绕在上方这边过来的 对 虽然说雷尤娜明显是先到 对吧 但是你看伊德瑞尔 这里是被区隔开来 就若还去 在小天图上 若应该还是去打出了 Jeky Love的一个 对 让他过墙 让Jeky Love浪得特别远 就说这波协助做得比较好吧 第一时间看到人之后 牛宝直接亮梯 然后小天正好也在附近 小鳄鱼那时候 灯被关了 他也没办法踢 Night Night这里被蹲了吗 最后是被小天跟沈一扶也 直接给蹲死了 所以说比较不希望 让自己去吃到人头 这里关灯想直接开 开的又是开起了 一个大招的一个KASA KASA这个位置又是被恐惧出来 但是反手 预言家给了一个热烈要摆 让方不拉似的一个追击 才会被延缓了 没有再往这个深的位置去追 正好今天板子给了Night 但是没有绑他 Night Night这里 身边跟齐天对打一波 但是Night赶过来 但刚刚那一个幻影锁链 好像锁到的是小兵 反而是被Night这个 最后一段大招 直接给戳出了自己的进化水 但齐天过来 再一个W 练住以后 一丝血的Night 还是很勇敢的上来 利用W竞争拿下来的这颗人头 再给雪球滚起来 但套婆现在是防守住了 节奏明显的是 比前期慢下来了 日热要办直接尝试 但小兵是直接Q竞争躲过 而且还反省想开 杜云进去 直接挺进 简直到两个人 狗球贴了一个大招 小兵被逼了出来 这边想杀 杰杰勒被恐惧住 这个乐天哪 还是在最后的一丝血量 但是进场杜云先被处理掉了 小兵一丝血 想要回头再Q一个人 他躲过了 造成那个W技能 配合林尾翔的一个伤害 是拿到了一个WQ 愿将的血量也很低 回头指一下 但是再被林尾翔 一下肯定给带走 拿到了一个TripleQ 有可能就长得 把它操作起来 那个恐惧其实已经挂到了 但是JK Love 就是最后的三成左右的血量 锁住了 没人补伤害 但我刚刚没有特别注意到 Night是怎么倒的 Night的闪现还在 这大龙血量很危机 晴天是没有大招 过去想拼一下 但是这大龙已经被拿下来 但是JK Love 在案外的一个输出 是把龙坑里面的 维鲁斯给杀掉 和一波经济 我们来看一下 中路这波团战的一个回放 这波葛恩第一时间 不在正面 所以一开始会是一个 4打5的状态 被抬了 然后林尾翔先给一剑 然后打丢完以后 走到小天的那个脸上 然后被拍运以后 林尾翔补上了一发1技能 是 抱歉 我在前面的这个 团战描述是错得离谱 林尾翔不是没有找到输出的目标 因为我一直在看 他没有给到正面那个 Dwin B的 就是JK Love 这里的输出 但他把Night配合了 配合了神医去 给击杀了 对 没叹到 致命节奏没有触发 致命节奏没有触发 应该是妖姬 扭掉了 Nagory又是在这个爱口 直接一个人上去 把运人家打到半血 闪现也打出来了 但是Night是落出来 应该是已经被 暗上的一个 阵眼给看到了 Dwin B也在查 我看到你 但你没看到我 这边想要直接找妖姬 但妖姬弹回去以后 再将一个模仿的魔影迷宗 往反方向逃脱 再弹回来 但是正面 这边Nagory是一个大招 直接穿到了 对面的三个人 预言家这边 血量已经很危机了 林尾翔 被后方的一个Night给偷掉 进面过来 看一下龙是谁的 龙最后是被小天 温温地沉下来 拿到一个土龙魂 今天这边已经先死 小天一个大招 做到Jekilov身上 Jekilov虽然想要 在扛住狗中 那个输出配合了 队友妖姬 拿到了神医的人头 但是格温没有人挡 Nagory拿下一个夸抓击 最后Fung Plus 还有三名成员的存活 刚好是上中野 看一下时间够不够一波 32分钟半左右的 一个游戏时长 感觉是有机会的 因为格温 虽然ADC倒了 但格温的拆打输率 非常的快 是的 孟严这边 其实拆得也很快 完全有机会来一波 而且他们这波 还带了大龙BUFF的 一个兵线 他们清线也很快 最快复活的 11位需要20秒 打野的KASA 也还有10秒以上 才会复活 虽然越加复活了 但是雷欧娜 只能看着Fung Plus 把这个双子星塔 给拆掉 基地主堡 应该也是守不住的 让我们恭喜Fung Plus 第一局 是先时得点 1比0 暂时领先 如果你不是很 很会限制这个英雄的话 很有可能挡不住他 因为像这一波 我觉得当时他面前 是有三个人 包括雷欧娜也在 但因为雷欧娜 当时选量比较残暴 我觉得他应该是 保留一下命 所以说也没有人 可以来限制这个格文 他一个人在赶 预言家 JK Love加上KASA 因为那时候其实 TOP的想法 是我妖姬在拖时间 然后我正面 能不能把这个土龙 给拿了 然后我拿了以后 至少让这一波 Fung Plus的土龙魂 不能如愿以偿 对吧 然后最后的MVP 最后是给到了Nagari 这把比赛 5-2-5 但是这有四颗人 都是在最后一波 土龙魂团打的 对吧 最后一波团还是比较关键 前面一个人去 限制了三个人的位置 是 伤害战比来到了35.8 MVP次数是来到了三次 那今天借这个时间点 也是跟大家说一下 在今天开赛前 榜上的前四名八次的选手 有今天上场的Dewinby 也有Night 两名中单都是八次 然后京东的打野Kanabi 以及Shouhu Shouhu八次 今天是没有出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野Kanabi